為客人端上冷蕎麥面前 不忘附上一盤山葵 不過嗆辣的這一味 恐怕很快就吃不到 山葵短缺的醉葵禍首 還是氣候變遷 不僅颱風變得更強 降雨也更猛烈 暖化也導致田裡的水溫太高 減緩山葵的生長速度 此外冬雪的覆蓋量下降 還會讓蟲害變多 根據日本農林水產省的調查 2020年的山葵產量 相較2005年少了一半以上 不少店家被迫更換菜單的機率 恐怕越來越高 帶新聞 陳彥蓉編譯 祝福這邊有本來的 詞曲維編譯 而且到家裡的城市